大家好 歡迎收看東網點評 我是仙迪 美國國務次興克拉奇到訪台灣 導致台海危機升級 解放軍東部戰區昨日起 在台海附近實戰演練 大陸軍事專家宋忠平分析 解放軍今次演習密集到極高 而且都是實戰性 針對性的演習 為加強軍事專家宋忠平分析 可以隨時將演習轉化為軍事行動 以解決台灣問題 大陸環球時報社評說 解放軍今次重大演習 未提前宣布 更似是一個應急決定 而這麼大的行動 能夠短時間內組織起來 是一個十分強烈的訊號 講明解放軍已經有能力 在極短時間內 動員組織針對台灣的軍事行動 解放軍今次軍演 更似是實戰 是解放軍和整個國家 針對台海局勢 一次應急反應的實操過程 文章說 通過這次演習 亦通過之前的系列演習 解放軍不斷積累攻台經驗 掌握台灣防禦體系的系列關鍵數據 他們就是攻台的實操性預演 只需要一個政治理由 將他們從演習版激發成實戰版 台獨的一切就將灰飛煙滅 社評仲警告 美台切莫誤判形勢 以為大陸方面的演習只是虛張聲勢 如果他們繼續冒進 這條路線的盡頭必將是一場戰爭 台灣當局如果想要以身示法 大陸一定會用軍事解決手段來承傳他們 解放軍連續兩日派多架軍機飛到台灣周邊空域 環球時報社評亦提到 美國高官來一次 解放軍的戰機就要逼近台灣一部 如果美國國務卿防長來台灣 解放軍戰機就可飛越台灣島 直接去台島上空演習 甚至試射導彈飛越台灣島 目前台海局勢升溫 隨時可能擦槍走火 好了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多謝收看 沒有試過四個人可以聚會 趁剛剛開始就出來吃 大家戴口罩都規定你 那你擔不擔心? 都不擔心 太擔心的 那他們在酒店有沒有做什麼防疫措施 去減低傳播等等的負面呢? 我想最普遍 最基本的措施他們都做中的 對 而且你不要戴口罩出去 他們都會告訴你 對 戴口罩 對 戴口罩 而且其實很靠人客也要自律 又不會 大家都戴口罩去拿東西吃 嗯 他在酒店還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措施 去保障大家 譬如會說晚餐具啊 有琴 好像也沒有 跟之前一樣 跟之前一樣 那些碟也是熱 嗯 也是在這邊 那裡面的人客呢? 算不算多? 嗯 多 比我想像中多 比你想像中多 對 那就是 那就是 但是他幾個月已經上市 本身 6月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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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又爆了一段時間 所以就沒有了